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八字组合相同 不同的意象 很多人对于这种东西 他并不太清楚 因为他认为八字是所谓的宿命 所以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他在论第一个 他看到他的八字是破财的 他直接论断 这个人父亲已死 结果对方说对 可是第二个 他也碰到同样的状态 也是一样破财 可是他断他父亲死掉 对方就骂他 他的父亲还活得好好的 各位他就觉得很迷惘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同样的组合 甚至还同样的位置破财 怎么会完全不一样的像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组合 他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组合一样不同的意义 这也就是我常常跟你讲的 相同八字 不同命 因为他们只是八字组合一样 但是意义 千奇百怪 什么样的解释都有 所以 你不要看到两个八字一样的 你以为他会一样的命运 他甚至给你两个运势颠倒过来的 都有 因为 我简单的举一个 叫做伤官见官 我们只要一看到伤官见官 你第一个直觉反应 就是他的官运不好 女生的话 他的感情会不好 可是 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伤官见官 也有工作运特别好的 还会升迁 也有婚姻特别好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伤官客官 他把主管干掉 自己当主管 这个在业务部门 非常常见 或者是我可以管男人 所以 在这个家庭是女生输了算 所以各位同样叫伤官见官 但是却出现了完全颠倒的现象 所以八字你只能够知道一件事 叫做组合一样 但是意义不见得一样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当然八字不是宿命嘛 你就要看说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哪一块 你不能够全部都归到同样的事情上 结果 然后人家伤官见官 明明事业有成 你就跟他讲 你要特别注意你工作 你这个会让你工作不好 各位 你这样子反而害人家 为什么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业务经商为主的 伤官见官对他本来就没有影响 反而是好事 他不怕艰难 他可以突破困难 结果这样子被你一讲 搞得他好像会认为他的成功是吗 捡到的一样 所以各位 你就要记得一件事 相同的八字 他是不一样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要根据他所处的位置 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各位 八字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他没跟你讲 虽然八字一样 但是位阶不一样的时候 还是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人分三六九等 其实这个三六九等 并不是八字给他的 因为相同八字 不一样位阶的人 比比皆是 了不了解 所以这种东西是他的社会地位 了不了解 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跟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人 就算八字一样 他们两个所展现出来的 都还是不一样的情况 当你了解了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去急急盈盈的 我八字是什么格局 我的命会怎么样 而是你会很努力的 让自己不断的提升 让你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让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这样子一来 能力越强 你八字就可以发挥越大的力量 各位 这才是学八字真正要知道的 算得再准 有用吗 没有用的 因为你可能因为位阶的问题 根本就不会那样 或者是更胜于这个命理师帮你批的 这个成就 会决定这个点的不一样 就是本身你自己的位阶能力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助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